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有看到說 如果像這種卡修的手錶有刮傷的話可以怎麼處理 然後有看到人家分享說可以用水蠟 那我們今天來示範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隻卡修刮傷的程度 先把它擦乾淨 這樣有看到嗎 它這邊有幾條蠻明顯的刮傷 長條的 這個角度 這邊 那我們來示範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清掉 那我們就準備一條布然後沾一點水蠟 太多了,沾一點點就好 這樣子,那我們來示範看看 有點像乳液這樣 那我們就 對著 剛剛看起來有刮傷的地方 看起來刮傷還是在欸 還是我用太少再來試試看 但它是針對就是那種 比較淺層的刮傷 如果是比較深層的話 就沒有辦法 就要拿去給 錶行的師傅請他用打磨的 才能把那個比較深的刮痕抹掉 那我們這種輕微的 網路上是分享說可以用水蠟就可以把它處理掉 好像有好一點,但是 好像有欸 對,所以它可以把淺層的刮傷 把它處理掉 就是那種 淡淡的 所以可能家裡有車子的 你有水蠟的就可以 除了用在車子上面 也可以拿一塊布 然後在你 手錶有淺層刮傷的鏡面上面 來試試看 看起來是有比較好一點 跟剛剛的那個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分享的保養方式 如果你家裡呢 剛好有 水蠟 然後也有一塊布 你就可以試試看 那它針對的就是像這種 材質的鏡片 就是 塑膠材質的鏡片 像是玻璃的應該就不行 因為玻璃硬度蠻高的 我覺得像這種玻璃的應該就沒有辦法 處理 我們下次也可以來試試看玻璃的可以嗎 那目前就是 像這種 材質的鏡片是可以的 可能可以做一些改善 但可能沒有辦法到完全 它可以讓它的刮痕變淡 但除非你是很輕微的那種刮痕 它才可以完全消失 那如果你是 沒有到很輕微的話 可能就是改善 但沒有辦法消除 那大家就可以 有的鏡片是刮的就是 密密麻麻的小刮痕 那種就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這邊剛剛是 兩三條比較長的刮痕 那擦完之後呢 它是有比較改善 但我覺得隱約還是有一點點存在 但至少比剛剛的狀況好蠻多的 所以 它是有效的 只是效果沒有這麼 沒有到可以百分之百消除 那也許你的是很輕微細小的刮痕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 手錶鏡面刮痕的處理方式分享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 謝謝 掰掰